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就继续学习 英光大师文超金华录 我们先前学到了第一部分 在净土超胜的第四条 我们今天开始学习 第四条 我们还是在一起公颂一遍 念佛法门齐来上矣 以无人一念心性 犹如虚空 长恒不变 虽长不变 而父念念随缘 不随佛界之缘 便随九界之缘 不随三秤之缘 便随六道之缘 不随人天之缘 便随三土之缘 由其缘之染境不同 至其抱之苦乐迥异 虽于本体了无改变 而其相用 故以天渊玄疏已 譬如虚空 日照则明 云屯则暗 虽虚空之本体 不因云日而为增减 而其显现障壁之相 故不可以同年而予也 如来以事亦故 谱令众生缘念于佛 故曰 若众生心 亦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又曰 诸佛如来是法界身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事故如等心想佛时 此心即是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诸佛正辩之海 从心想生 夫虽佛界之缘 则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已 若随众生各界之缘 则是心做众生 是心是众生已 了此而不念佛者 为之由也 念佛一法 乃以如来万德鸿鸣为源 即此万德鸿鸣 乃如来果地所证之 无上绝道 由其以果地诀为因地心 古得应该果海 果彻因缘 如染香人 身有香气 如裸裸之柱明灵 久则化之 即生做佛 转凡成圣 其功能利用 超过一代实教 一切法门之上 以一切法门 结账自立 断获正真 方得了生托死 念佛法门 自立佛力 二皆具足 故得以断获业者 宿正法身 具足获业者 代业往生 其法极其平常 虽愚夫愚妇 亦能得其利益 而妇极其玄妙 纵等觉菩萨 不能出其范围 故无一人不堪修 亦无一人不能修 下手意而成功高 用力少而得效素 实为如来一代实教中 知特别法门 故不可以通途教理 而为论判也 莫法众生 福宝慧浅 账后夜深 不修此法 欲账自立 断获正真 已了生死 则万难万难 这就是第四条的全部 我们还是从头开始 一个字一个字的学 那么 这一段 老法师 印光大师主要讲的 这么一个意思 就说我们每一个众生 都有心 否则的话 不能称之为众生 众生是在心上 给一个假名叫众生 那么这个心 每一个众生都有 但是这个心呢 有两个作用 有两个现象 一个呢 这个心 它有它的真如现象 再有一个呢 这个心呢 能够产生一切法 有生灭现象 所以呢 这个心 有两重性 一个叫真如性 一个叫做生灭性 那么这两重性呢 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 这颗心 含舍一切法 换句话说 我们现前看到的 所有的事物 称之为法 这个法呢 都是真如 所谓真如 就是说 这些法 有真如性 所谓真如性 就是说 这些法 从来就没有生灭过 第二 这些法 互相之间 没有相的差别 第三 这些法 不能用你的虚妄 分别心 来去揣摩 来去测度 来去琢磨 所有的法 都具备真如性 所有的法 都是真如做的 而真如本身 离文字相 离言说相 离攀元相 没有诸相 那么 那么这些法 同时呢 又有生灭性 这就是最不好理解的 又有生灭性 你刚才不是说 这些法不生 不灭 怎么又说 这些法呢 由因缘而产生 所以任何一个法 我们能看到 我们说有这个法 就是因为 有因缘才产生法 有因缘才产生法 所以 因缘作用在这个心上 导致这个心产生所有法 而这些法 是因缘而产生的 这些法的本质 又是真如 是不生不灭 没有差别 离我们的虚妄心 用我们的心 去联系不到它 没有我们所心里 所想象的那些形象 那些概念 所以呢 因缘产生的法 没有因缘 法不产生 而产生这些法之后呢 这些法又是不生不灭 这些法又没有差别 这些法呢 又不能用我们的妄念 去联系它 我们的妄念是 不存在的 用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描述一个真实 描述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 总是不相应 这就是说 我们 学佛呢 首先就是要研究这颗心 这个心的 有真如性 有生灭性 那么 我们今天 学第四条 刚开始的时候 印光大师说 念佛法门 其来上矣 念佛法门 就是说 念佛这个法门 净土宗的念佛这个法门 其来上矣 其就是他 来呢 从远到近 有彼至此 他的来到 他的今天的存在 产生 到来 这个意思 其来上矣 上呢 这个字就是久远的意思 这个法门 久远以前 就存在 一直传到今天 就这意思 念佛法门 其来上矣 那么 他下边 接着说了 以无人一念心性 犹如虚空 长恒不变 我们 每一个人 都有心 都有心 心呢 都有心的性质 那么这个心的性质呢 刚才我们说了 有真如性 有生灭性 真如性呢 我们叫做一念 没有二念 叫真如性 一念心性 就是我讲我们这个心的真如性 讲我们的心的真如性 那么 此一念心性 犹如虚空 我们这个心性 他心的真如性 就像虚空一样 像虚空一样 长恒不变 你看我们说这个 虚空 从来就没有变过 从来 从古到今 心性就没有变 那么 虽长不变 虽然 犹如虚空 长恒不变 虽长不变 而复念念 虽缘 我们这个心性 虽然永远没有变化 因为真如 从来不变 所谓真 就是不是虚妄 所谓如 就是不变 虽然不变 他是不是就死在那不变 他不是 虽长不变 而复念念 虽缘 我们这个心 他虽缘 那么 而复念念 虽缘 念念在这讲的就是 时间 一秒一秒 刹那刹那 讲时间最小的单位 没有一时一刻 他不随缘 随什么缘呢 随你念头的缘 随你念头的缘 那么 不随佛界之缘 便随九界之缘 不随三乘之缘 便随六道之缘 不随人天之缘 便随三途之缘 由其缘之染境不通 至其抱之苦乐均义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念心性 虽然像虚空一样 长恒不变 但是虽然长恒不变 就像虚空一样 但是 他念念随缘 随你什么缘 他就产生什么样的境界 随你什么缘 他就产生什么样的法 便随六道 我们看了 那么 我们讲这一念心性 本来是像虚空一样 长恒不变 那如果要一直长恒不变 不就好了吗 但是呢 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随缘 随你的各界之缘 产生各个不同的境界 所以一念这个概念 我们看一下 查一下字典 把它搞准确 念呢 一念的念 念即心念 此之一念 有真有望 此之一念 有真有望 若凡夫 以根对尘所起之念 如果如同凡夫的我们的六根 对待六尘境界 我们起了这个念头 念念生灭 这个念头是念念生灭 刹那刹那生灭 这个念念讲的是时间 我们这个念头 我们六根 对这个六尘产生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是生灭的 刹那刹那生灭 念念生灭 此忘念也 有生灭就是忘念 这是忘念 若离根尘 如果离开这个根 离开这个六尘境界 真静明妙 虚彻灵通之念 这个时候 我们所拥有的念头 是什么呢 真静明妙 虚彻灵通之念 即是如来正至之念 这就是如来的念 真 真就不忘 静就是没有染污 明就是说明明白白 具备智慧 妙 妙妙不可言 不是我们一般能用语言 能用想象来联系上的 明妙虚彻 体是虚的 是空的 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分别心 去联系它 彻 就是彻达 没有不知道的 没有不清楚的 没有障碍 叫彻 灵通 灵通就是有智慧 是活的 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灵通之念 即是如来正至之念 此正至之念 非生非灭 不断不长 这个正至之念 是不生不灭 不断不长 粗一刹那 粗一刹那而非短 你别看 这个念头可能是一刹那 就用我们的思想来想 它可能是一刹那的念 但是并不短 那么言无量节 非长 这个念头 它短 你可以用形容说 这个念头很短 短到一刹那 刹那是描述时间的单位 粗一刹那 你把它缩短到一刹那 你不能说它短 言无量节 你不能说它长 就像虚空一样 你比如说 这虚空是没有边际的 那么 那么 比如说我坐飞机 从南京到北京 这个距离 比如说我飞一个小时 那么 我从 南京到美国 我飞十个小时 同样都在虚空上 那么 你能说南京到北京 这一个小时短 南京到美国 这十个小时长 这有时间来长 那么 如果虚空是无限的 如果虚空是无限的 那么 你从南京到北京这一个小时 跟南京到美国这十个小时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么 确确实实 因为虚空没有东南西北 因为虚空呢 是没有形象可以约束它的 从我们的凡夫角度来讲 确确实实 南京到北京 是一个小时 南京到美国是十个小时 是不一样的 而对虚空来讲 它没有感觉 它没有不一样 就这意思 那么 经云 一念 普观无量节 是也 那么 这是讲我们的一念 那么心性呢 就是一念心性 心性即无人永恒不变的心体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如来葬心 或者自性清醒心 那么 为不变之心体 即如来葬心 自性清静心也 自性清静心也 犹如虚空 那么 像虚空一样 长恒不变 虽长不变 而复念念虽缘 不随佛界之缘 便随九界之缘 这一念心性 像虚空一样 它随缘 你是希望你这个心性随哪个缘呢 它就产生哪些法 所以呢 我们经常管我们的心性呢 叫秤 秤呢 就是运载的意思 它能运载我们 到达某一个地方 那么你随 随佛界之缘呢 就把你运到佛界 你要随 不随佛界之缘 你就便随九界之缘 九界是谜 佛界是觉 如果你不随着觉悟的缘 那么你这颗心性 一定会随着谜的缘 那你说 我们说 这个心性 从来就没有不随缘的时候 要不然你随觉悟的缘 要不然你随不觉悟的缘 所以这个何去何从 你自己定 所以印光大师在这说 虽长不变 而复念念随缘 而复念念随缘 不随佛界之缘 便随九界之缘 佛讲是觉 九界是不觉 你不随觉悟的缘 你就随不觉悟的缘 那么在不觉悟当中 又有程度的浅身不一样 那么不随三秤之缘 九界当中又分成三秤 声闻缘觉菩萨 又分成六凡 六道 界内的六道凡夫 那么三加六 一共是九 那么他说 便随九界之缘 不随三秤之缘 在九界当中 如果你不随菩萨 缘觉声闻这三秤 那么便随六道之缘 便随六道之缘 不随 那六道当中 又有人天和三徒之间的差别 他又说 你不随人天之缘 你便随三徒之缘 你不随人天之缘 生在人天 生在人 生在人道 生在天道 那么你便随三徒之缘 生在三徒当中 由其缘之染境不同 由其 其就是这个心性 由其缘之染境不同 由于这个心性 所碰到的缘的染境不一样 至其爆之苦乐迹异 导致了这个心 所给我们带来的果报 果报的苦乐迹异 差别非常非常大 虽于本体尽管差别很大 是佛也罢 是九界也罢 是三乘也罢 是六道也罢 是人天也罢 还是三徒也罢 虽然苦乐果报差别相当大 而于本体了无改变 而对这个心性 却是没有变化 没有影响 那么虽然了无 而于本体了无改变 而其相用 故以天渊玄疏 但是它的相和它的用 它的显现出来的相 和它的作用 已经是像天渊 渊像深渊一样 天渊这样大的差别 印光大师在这举例子 譬如虚空 日照则明 比如说虚空吧 日头照亮它 照它 它就是明的 那么云屯则暗 如果这虚空上面有很多云 那么这个虚空就显得很暗淡 没有光亮 虽虚空之本体 虽然虚空的本体 不因云日而为增减 不因为云和日头而增减 你说太阳挂在天空上 这个虚空的本体发生变化吗 没有发生变化 太阳没有了 云来了 那个虚空的本体发生变化吗 也没有 虽虚空之本体 不因云日而为增减 不因为云或者日头而增而减 不增不减 而其显现障壁之相 故不可以同年而渝 但是由于云和日头 这个虚空所显现出来的障 显现出来的障壁之相 故不可同年而渝 那么云就是障壁 如果没有云 有太阳就是没有障壁 那么这个障壁在有云和有太阳之间 这个现象是差别相当相当大 故不可同年而渝 同年而渝就是说不能相提并论 那么这个有太阳和有云 那么这个虚空所显现出来的像 现象差别太大了 那么虽然虚空的这个体不因为云和日头 而有任何的增减和改变 但是虚空所显现出来的像 跟它的作用 那就差太多了 它的像 太阳 虚空是明亮的 云 天空是暗顿的 这是所显现出来的像 那么这是这个意思 不可以同年而说 那么我们呢 一念心性 佛跟我们一样同时具备 就相当于虚空一二 不会因为你是佛 这个一念心性 就会有什么增减 就会有什么改变 也不会是因为你用了这一念心性 当了众生 随了众生的缘 跺到地狱 这一念心性就发生了变化 就发生了增减 也没有 不会因为我们这念心性 随缘而变成了佛 还是随缘跺到了地狱 这个心体本身有增有减 是没有的 就像虚空一样 那么虚空有太阳 那么虚空是明亮的 相当于我们这个心性 觉悟了变成了佛 那么虚空被云给囤住了 显得非常暗淡 就相当于我们这一念心性 把我们拉到了地狱 没有了光明 那么是这么一种状态 虽然从相上来看差得很远 一个是亮 一个是暗 一个是佛 一个是地狱的众生 但是其本体了无改变 了无改变 就像荧光大师说的 一点变化都没有 一点变化都没有 但是它的相用是差得很远 那么我们刚才说 那么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这一念心性 它有一个不变的性 像虚空一样 同时它还有一个变的性 就是说它随缘 它能随缘把我们拉到佛地 也能把我们拉到地狱 那么就像车子一样 车子的意思在古代 在古时候叫秤 秤就是今天的车 那么我们说这个心 有它秤的一面 秤就是随缘 随你的缘 它把你拉到你想去的地方 是这个意思 那么既然是这样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 我们每一个有心的众生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没有一个人 是不愿意秤着这个心 坐着这个心的这个车 去来到好的地方 我们肯定是不愿意坐这个车 去到坏的地方 这个车呢 这个心性 它这个车的这个性能 这个作用 确确实实不是光拉你去好的地方 或者说光拉你去坏的地方 这个主动权掌握在你手上 看你随哪界的缘 如果你随佛界的缘呢 它就把你拉到佛界 如果你要随着这个众生界的缘呢 它就把你拉到众生界 你要随着地狱的缘呢 它就把你拉到地狱 它虽缘 虽然虽缘 但是它不变 无论是佛的心性 还是地狱众生的心性 就像虚空一样 一点没有改变 不增不减 那么这个印光大师 在这讲了十法界 你看 不随佛界之缘 便随九界之缘 佛界加九界就是十界 就是我们众生生活的状态 生活在十种不同的状态下 叫十法界 叫十法界 佛法界跟九界众生 那么我们的心 要不然停在佛法界上 要不然我们停在九界上 所以呢 我们要清楚地了解这个心的 这个作用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念佛 为什么我们要断恶修善 我们如果不断恶修善 我们的恶越来越多 这个恶就导致这个心性 去到恶的环境当中去 让我们在这受苦 如果我们的心性 随着善缘 修善 这个心性就拉着我们 去善的环境当中去 去乐的环境 所以他说 其抱之苦乐迹义 他所得的报应 会给你带来的果报 苦和乐差得很远 所以呢 这一念心性 它有这个特点 它随缘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特点 它随缘完了以后呢 给你带来的果报不一样 带来的果报不一样 那么我们呢 看一看 刚才我们反复强调了 这个心性呢 是大 是秤 它能拉着我们 去到一个地方 好的地方 或者不好的地方 它有这个秤的功能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心呢 这个大秤 我们老说大秤佛法 这个大秤呢 相当于二秤而立 为什么我们 我们要学大秤呢 因为我们心本身是大秤 我们这一念心性是大秤 那么什么是大 什么是秤 为什么我们管这个心 叫大秤呢 我们在这里呢 不妨呢 认认真真的 把心的这个大秤的 这个特点呢 我们再一起学习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了解我们的心 为什么称之为大 为什么称之为秤 我们明白这两点 我们就知道 我们为什么 要好好念佛 为什么要断恶修缮 我们为什么会有生死 佛为什么不生不死 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那么 这个 我们看 还是看 偶艺大师 关于大秤起心论的列网书 当中的开示 他说呢 出事 大秤为二 他说我刚开始啊 给你解释大秤 把大秤的解释呢 分为两部分 出分事 我刚开始呢 分开解释 出分事 分开解释 先解释大 后解释秤 次呢 接下来 我给你把两个大秤啊 把这两个字大秤 合起来解释 次和事 那么分事当中呢 又分成二 出事大 次事秤 分开是吗 分开解释 就把大和秤分开解释当中 分成两个 先解释大 后解释秤 那么出事大者 刚开始我们解释这个大 开始我们解释这个大 绝代无外 强明约大 这个心 绝代无外 是绝对的 在心以外 没有另外的法 没有另外的世界 你现前生活的 所有的 看到的人事物 近虚空 变法界 所有的一切 都是这颗心 所以 在心外边 就没有东西了 就是绝对的 绝代无外 第一 全是心 你就别琢磨了 除了心 没有别的 多大呢 在他外边 没有东西了 你就说他有多大吧 绝代无外 强明约大 我们不得已 把这种现象 把心的这种状态 我们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大 因为就他 没有 除他以外 没有别的 另外一个呢 那么 除了他 就没有别的了 所以他大 而且就他一个 就讲是这意思 唯一性 说他大 那么 这个大 即是直指 众生现前 戒尔心性 就是说 就是 这个大字 就是来描述 众生现前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 这个心性 这个戒尔 就是讲是 表示短暂 短暂就是 刚才我们说的一念 就是来描述 直指众生 现前戒尔心性 法尔具足 自自然然 而自然 法尔就是自然 自自然然 具足 具备 具足 圆满的具有 什么大呢 体大 相大 用大 三种意固 三种道理 三种意思在里面 我们这个心 你称之为大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管我们众生 现前这个心 你用一个大来描述它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啊 从它 它自然 自自然然的 它就具备三个大 所以我们称之为大 哪三个大呢 第一 心的体大 第二 心的相大 就是它的相状 就是它的能力 大 第三 用大 这个心的作用太大了 刚才 你看 印光大师说的 能够拉你去佛界 能够拉你去九界 能够拉你去三乘 能够拉你去六道 能够拉你去地狱 能够拉你去人天 那么你看这个作用有多大 那是作用大 那么相大 就讲的是 它的一个能力大 它有这个能力 用能力没有作用也不行 你说我有能力 但是我这能力没用 也不行 所以这颗心 我们为什么用大字来描述它呢 那就是因为它具备三个大 一个是体大 第二个是相大 第三个是用大 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解释 我们讲心体大 心的体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解释了 说呀 为直此现前戒尔之心 就是讲 直此就是这个 现前的一念心性 戒尔就是一念这个心 随缘不变 它随缘 刚才我看荧光大师说了 随你佛界之缘 你当佛 随你地义之缘 你到地义当众生 它随缘 随缘呢 但是它不变 就像虚空一样 你有太阳 它也是这样 不增不减 你用云来放在我虚空里边 囤在我的虚空当中 我这虚空还是不增不减 我虽然随你太阳的缘 随你云的缘 但是我的什么不变呢 我的虚空的体是不变的 那么我们这个 现前的这个戒尔心 它也随缘 随缘它变吗 它跟虚空一样 它也不变 全体是真如 你到了地狱的众生 你这颗心还是真如 你这颗心成了佛了 你这颗心的心体还是真如 十法界众生 它的心体全都是一个真如 不增不减 没有任何变化 那你说这个体有多大 这个体有多大 那么所名为体大 众生的心有心体 佛的心也有心体 这个心体的体就是本质 这个心的本质 有变化没有 没有变化 但是并不妨碍它随缘 把你拉到佛界 把你拉到地狱界 虽然它随缘 但是心体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刚才我们 印光大师举的是虚空 他老人家曾在文超当中 还举过 金子 你用金子做马桶 随你这个缘 我可以金子 我绝对 我金子绝对不拒绝 你把我做成马桶 所以他一定随缘 随缘做成马桶的金子 它的性质变了没有 没变 随缘 我首先随缘 我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做完以后 我做成马桶了 马桶成粪成药 很脏很臭 这个心 这个金子 本身 它的性质 是变成脏了吗 是变成臭了吗 没有 但是它随缘 它做成了马桶 它在完成它的本质工作 它在起到它的作用 但是 它的本质还是金子 洗干净 跟那个金子 没有什么区别 同时 这个金子 还随你 有些人说 那我行 我用金子做成佛 英光达世在文超进化录当中 你把这金子做成佛 至尊至贵 佛做的 那是佛了 很尊贵 那我就问你 那么做成佛的这个金子 跟做成马桶的金子 有变化吗 没有任何变化 体性是一 这就说它体大 大到什么程度 无论你把我放在哪里 你把我做成什么样子 我都是金性不变 这个性叫体性 体不变 所以它体大 那么你想想金子能做多少金气 无论你做多少金气 我都随缘 你做金盘子 金碗 金马桶 金佛像 我都可以做 金箱链 金耳环 我随缘 随缘 但是我的金性不变 这就叫做体大 一个体 一个性 不能说做成马桶的金子 它就不是金子了 金性就发生变化 不能说做成佛的这个金子 它的金性就更好 更多 更干净 更香 没有 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呢 随缘 为直此 现前 接耳之心 就是我们现前的 这一念新性 就是印光大师说 以无人一念新性 这一念新性 随缘 不变 要注意这两个情况 第一 它随缘 没有任何一个新性 不随缘 所以我们才要 断恶修缮 那么 虽然随缘 但是它不变 那么 全体真如 名为体大 那么它下面开始解释 相大 什么叫相大 直此 全妄及真 体中 就在这个 全部都是妄的 全妄及真 所有的 我们看到的 这个 我们比如说吧 金子 这些金器 各种各样的金子 都是金子做成的 对吧 形成了各种 各样的金器 那么 这每一个 每一个的金器 都是金子 全妄及真 所有的 金器的金子 都是真的金子 金性 在这个金器当中 不增 不减 具备 全部的金性 不能说 我这个 小项链 这个金子 跟这个 做成那个 大的 金盘子的金子 它的金性 有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都是真的 都是这个金子 金性 金性没有变化 所以呢 我们看到 全妄及真 全妄及真 那么我们看到 所有的现象 就包括我们今天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看到的一切 人事物 这都是妄想 是没有的 那么这个 没有的这些妄想 由什么来产生的呢 是由真如产生的 凭什么真如产生 这些妄想 是因为我们有念头 在一个真如 没有像的体上 我们施加了这个念头 它幻现出来 这个现象 叫妄 妄就是根据 它产生的根源之间 产生了性质上的变化 产生这个妄的根源 是真 而产生出来的像 是妄的 违背了 产生它的这个真如 真如 上面加了妄念 加了无名 产生了妄念 这个妄念 就是我们看到的 现在的六尘境界 是非人我 这些都是妄想 物质精神 这些都是妄想 这些妄想 怎么产生的 是由金子 是由真如产生的 那么这个妄 为什么叫妄 没有它 它是空的 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这个妄 到底是什么东西 虽然它不存在 它不存在 它的背后是什么 它的背后就是真 所以 印光大师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 一个人迷了 把东方看成了西方 那你说这个西方 是不是妄的 是假的吧 是假的 因为它原来是东方 你给看成了西方 这个西方在不在 有没有 是不是空的 是空的 那么我看到的 这个西方 是怎么产生的 是因为你有一个东方 被你看成了西方 如果没有这个东方 你就看不成这个西方 如果没有这个真如 你就不会产生妄念 那么这个西方 是不存在 是不存在 它是东方 你给看成了西方 西方原来没有 妄念原来没有 那我的妄念是什么 你的妄念就是真如 你那个西方 就是东方 你说那个西方没有 虽然你说那个西方没有 但是我告诉你 一句真理 你那个西方 就是本质上 就是东方 你的妄念是没有的 你瞎想半天是没有的 你瞎想那些东西的本质 是真如 那我现在想象这东西 是没有的 是不存在的 是真如 那真如什么样啊 它有个样子吗 真如无相 它非有非无 非又有又无 非非有非无 你说它有吧 没有 你说它无吧 不是 你说它又有又无吧 也不对 你说它非有非无吧 也不对 那怎么才对啊 你不说就对了 你不想就对了 你只要一想一说 那就是妄念 妄念就没有 这个妄就与那真不相应 你一说就是西方 西方它就不是 你看的那个东方 虽然你这个西方 是由东方产生的 但是西方跟东方相违背 就这意思 那么 指此全妄及真体中 我们全妄 我们现在生活的众生界 我们看到东西都是妄的 都是假的 都是不存在的 都是空的 五蕴皆空 五蕴就是白法 白法 简单说叫五蕴 展开了叫白法 再展开就是百戒迁如 你看到大千世界 全是空的 全是妄的 这个妄都是由真的变的 所以全妄及真 你所有看到的 南方也罢 西方也罢 北方也罢 就是这个东方 被你错看成西 被你错看成南 被你错看成北 这南西北 这三个妄 三个妄全是东方 全妄及真 就这意思 那么全妄及真体重 这个全妄及真的 这个体重 本具横杀称性功德 它有功德 功德就是我们 现在说的能力 多少能力 横杀 横杀就太多 横河杀 横河杀形容无量无边 它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不是一个 不能用数来替代它 你说它是十个功德 一千个功德 我说三天能说完 横杀称性功德 这里边有几个意思 一个叫本具 本来具备 不是别人给的 也不是学来的 也不是别人教的 也不是祖上传下来的 本来我们这颗心 就具备横杀多 称性 符合本性的功德 那么本具 刚才我们解释了 就是本来具备的 不是别人给的 法尔具备的 打它来那天 它就有 咱们说胎里带 娘胎里带出来的 本来具备的 横杀多 那么前两天 我跟几个朋友 在一块讨论佛法 他们说 这个横杀 这个功德 这么大 这么多的功德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来形容一下 这个功德 像横杀一样多的功德 我就给他举了一个意思 我说你比如说 咱们这个例子太多了 比如说金子 这个金子 有功德吧 那么你说这个金子 它能做多少种金器啊 都能做什么金器啊 那你肯定说横杀 太多了 说不过来啊 金子看你怎么用啊 你用它做什么 它就给你做什么 横杀 乘性 乘性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真如体中 它这个功德 是符合它的本性的 这个是不太好理解 乘性功德 那么 就顺从 它的本性的能力 你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垫 垫呢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 比如说 就相当于我们的心性 这个垫呢 它是有很多作用 它接到暖气上 它就变成了热 接到空调上 它就变成了冷 接到电灯上 它就变成了亮 你说 它有多少作用 横杀 乘性呢 或者不乘性 这个垫都能给你带来 那么 称性呢 它就是利益我们 我们通过这个电 得到了方便 得到了享用 这就是电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本性 它不是来伤害我们的 那么 在不伤害的前提下 它发挥了作用 这些作用叫称性 符合了电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本意 称性 那么不称性 那这个电 就电死人了 这个电 驱动这个电锯 把人的手指都给锯断了 这叫做不称性 所以这个电 没有好坏 没有优良中差 没有是 没有非 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用这个电 这个电绝对随缘 随你使用的缘 它给你带来利益 随你破坏的缘 它可以用电型把人给电死 所以电是有功德的 但是功德利于别人的这些功德 叫称性 符合这个性 那么 这是一个例子 我们举了电 我们也举了金子 那么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水的例子 你比如说 那么 这个水 它本身是湿的 它在零度以下 它就变成了冰 它在零度以上 它就变成了水 那么水和冰 都是一个湿性 所以这个体是不变的 这个湿体是不变的 但是这个冰 可就没有水的样子了 冰是什么样子 冷的 硬的 不随缘的 没什么作用 而水呢 是一个容相 它的相貌 是容的 你放在杯子里头 它就是成圆柱体 你放在盘子里头 它就变成一个圆盘 你放在脸盆里头 它就是个盆体 你倒在地上 它就是一滩 那么这个水 这个相 很融 随你的 放在什么地方 它就成什么形状 它是灵活的 它是变化的 它是可以 随你的要求来变的 融相 融合在一起 跟它所成的容器 相融 随它 成它的容器的样子 它形成那个样子 而冰就不一样了 冰就不一样了 冰 你把我放在 我就是一个 我就是一个 比如说 我就是一个冰棍 你说你把我放在脸盆里 我就变成脸盆的形状吗 那不会 它 融相 丧失掉 那么水的作用 融相 水还有用呢 这个水的作用太大了 太多了 你看我们现在 水可以浇地 水可以喝 水可以洗衣服 水可以洗澡 冰呢 作用就没那么多 那么是不是一个实性 是 为什么它的相状 它的样子会差这么大 为什么它的作用会差这么多 就是讲 这颗湿啊 这个湿性 它是不变的 冰的湿性跟水的湿性 都是一个湿性 但是这个不变的湿性 它有一个特点 它随缘 随你零度以下的缘 它就变成了冰 随你零度以上的缘 它就变成了水 那么变成了水 它的作用 咱们叫过 功德 跟冰的功德和作用 就差太多了 那么水的这些功德 水的这些相状 相 跟冰的相差得很远 那我们管水的这个相 叫做称性 符合施性 符合施性 本来的样子 而冰的这个相 叫做不称性 因为荣相没有了 丧失掉了 本来具备灵活的相 今天变成一个死板板的相 这个死板板的相 是不称性的 这个灵活的相 是称性的 就这个意思 那个用呢 也是差了很多 所以本具 指此全妄极真体中 本具横杀称性功德 它有能力 再凡不减 再胜不增 在凡夫的状态下 我这个心 这个功德 称性功德 没有任何减少 我拿这个心 成了圣人 成了佛 我这颗心的功德 这个相 也没有增加 名为相大 就是我无论当兵 我无论当水 我这个本身 所具备的荣相 没有变化 只是你只要把我的兵 给它提到零度以上 我立刻 我就恢复了 我水的相状 相貌 我就恢复了水的样子 这个样子是融的样子 融合在一切器皿当中的样子 融合在一切形象当中的样子 这个融相 那么 名为相大 那么 指此心性体相 就借着这个心 就是这颗心的 这个体和它的这个相 不变随远 不变随远 那么 它随远 出生十戒染净因果 产生十法戒的染净因果 就这意思 这颗心 是不变 但是它随远 随着十戒的因缘 染净的因缘 产生十戒的果报 这十戒的果报 有苦有乐 所以为什么佛法是因果法 就在这里 因为这颗心 随因缘而变 随着因缘 随着善因 它产生善果 你得乐受 随着恶因 它产生苦果 它产生恶果 你得苦受 就这个意思 不变随远 出生十戒染净因缘 十法戒 就是印光大师说的 而父念念随缘 不随佛界之缘 便随九戒之缘 佛界加九戒 一共十戒 十戒染净因缘 那么 它接着说 欧依达说 达此原生无性 达就是明白 通达的意思 你明白 这个原生的这些十法戒 是没有本质的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你刚才说 这个东啊 你把它称之为南 称为北 称之为西 它是因为你迷了 所产生的这个妄念 原生无性 没有本质 没有它 是空的 你要明白 这个十法界是空的 是真如所产生的幻用 这个幻用当中呢 有秤性的 有逆性的 九法界是违背了这个真如性 而佛法界 顺了这个真如性 有称性的 样子是不一样的 佛有佛的样子 九法界有九法界的样子 像是不一样的 用也就不一样了 你看水的作用多大 冰的作用哪有啊 样子呢 冰的样子是什么样 水的样子是什么样 但是 这一个真如心 这一念心性 确实没有变化 出生十 戒染尽因果 达此原生无性 你要明白 这个原 因为因缘而产生的这些现象 十法界是没有本质的 便能翻染成静 如果说 这个染法 或者说九法界 或者说众生界 它是有本质的 有体的 有体性的 体就是不变的意思 性也是不变的意思 如果这个东西 不是因缘而产生的 本来就有 那么它有自体 有本性 我们能改变它吗 改变不了 正是因为这个东西 是虚妄的 是原生的 因为因缘而产生的 有了这个因 它就产生这个现象 没有这个因 它就不产生这个现象 所以它本身没有自体 它完全是因为 因缘而产生的一个现象 那它就是没有自体 它是依靠因缘而有 因缘有了 它就来了 因缘没有了 它就消灭了 那么 所以它无性 如果这个东西 我本来就有 就是存在的 是吧 我不是因为别人而存在的 我也不是因为 别的条件具备了我才存在 我自己就有自体 我跟因缘没有关系 我跟其他东西没有关系 这个东西你就改变不了了 那么正是因为 所产生的现象 都是因为因缘而产生的 因缘有了 它就来 因缘没有了 它就散掉了 正是因为这种无性的特点 我们怎么这样 我们才能翻染成镜 因为染和镜都是无性的 所以染才能变成镜 如果染有自体 染是实实在在存在 你怎么改变它 你就没法改变它了 所以正是因为 染和镜都没有自性 都是依靠真如而产生的 那我们就好办了 那既然是这样 我的真如 是产生了染和镜 那我们就研究 真如在什么状态下 产生了染 真如在什么状态下 产生了镜 对不对 那我们把染给去掉 我们把染的因缘 给它消灭掉 我们只给真如提供镜的因缘 那我真如实不就产生镜的作用 那就给我带来镜的享受 镜的境界 是这样的 翻染成镜 怎么样 名为用大 所以我们这颗心 它有作用 所以你的染源 它给你带来苦乐 它给你带来苦 所以你的静源 它给你带来乐 它不是没用啊 这颗心 它真有用 但是你有这颗心 它就要发挥作用 你想让它不发挥作用 是不可能 结果你有水 它就会产生波 你想让它不产生波 是不行的 所以 那么这个水发生作用 这个水是发生什么样的作用 是平静的水 还是起波的水 它随缘 你有风 我就起波 你没风 我就是平静 我随缘 那么我们每一个众生 都有这颗心 这颗心就相当于水 那如果它有风 就是无名 我们不知道真法义 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本是义 我们在这个义法界的真如上 我们产生了妄念 就相当于无名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心水 产生了很多的波浪 这就是我们的妄念 这个妄念是生生灭灭的 正是因为这个妄念的产生的生灭 才给我们带到一个生灭的世界 生灭就苦 生灭就无常 生灭就空 因为它本身这个波 它就是水 没有这个波 对吧 所以它是空的 它得不到这个波 这个波就是水 波当体皆空 就是一个水 就这个道理 所以同时呢 我们这个心的这滩水 它随缘 没有风的时候 它就平静了 平静了 完了你就看到长乐我静 你看到 哦 这是水 永远不增不减 永远不生不死 永远不生不灭 确确实实是独立存在的 是有的 长乐我静 所以说就是便能翻染成静 名为用大 之所以这个心用大 如果这心只有一个作用 那不能称之为用大 它只能把我们拉到地狱 到了地狱 它就回不来了 这个心就变了 那说明这个地狱 是实实在在的 改变不了吗 就和这个刚一样 它就是刚了 你怎么改啊 那它改变不了 不是 这个心性 这个刚虽然是我变的 但是刚是虚幻的 是没有本质的 就和你看的电影一样 你只要把这个片子一换 这个机器 马上就给你换成喜剧片 就这个意思 名为用大 那么他说 为什么说体大呢 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心 体大 相大 用大 体大就没有一法不是心 你就看吧 这个近虚空变法界 所有你见到的东西 都是这颗心 没有一个不是这个心 你说这个心的体有多大 你说这个体啊 这一百件事物当中 只有八十件是心 剩下二十件不是心 那这不能称之为体的 这一百件事物 一百个都是心 你说的体 如果说我们假设说 这个法界就一百件事物 这个事物呢 都有体 我们这个事物的体是什么 没有一个事物的体 不是心 那么这个体呢 这个心呢 还有一个相大 它具备能力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水 溶向 它有这个能力 它随着杯子成了杯子形状 随着盆 它随着盆子形状 溶向 就和电一样 它也是有 也是这个能力大 那么同时呢 它还有作用 确确实实能给我们 带来苦恶的果报 否则的话 这个心就没用了嘛 你体大 每一法都是心 你能力很大 你有什么作用啊 没作用 就和我们现在学了学乱博士了 在国外留官学了 这个学了三四十年 一生的本事 你不出来工作 你有什么作用啊 你说我会十二门卖文 我还会数学 还会化学 我什么都会 这叫功德 向大 能有什么用啊 没什么用 完了 你不会用计算机 你现在这 你这些东西 现在没有 不会计算机 你走向社会 就没法工作了 你是有能力 你是懂英文 你是懂法文 你是懂十二门 十二门卖语 但是你不会用计算机 你这个外文 就发挥不出来作用 所以你只有像 而没有用 这个心不是 这个心有像 像大 有用 用也大 那么 偶一大师说 言体 我们讲 先说体 言体 则体外别无像用 除了体之外 没有别的像和用 那么这个话 不太好理解 他就举例子 如湿外别无水波 你看 湿是体 水的体是湿的 那水的像是水 水的用就是波 湿 水 波 体 像 用 那么 言体 我们先讨论这个体 则体外别无像用 除了这个体 你把体拿走了 哪还有像 哪还有用啊 再就举个例子 如湿外别无水波 你把湿拿走了 还有水吗 还有波吗 就没有了 你说哪个水不湿啊 哪个波不是湿的呀 你把这湿给抽走了 这水和波就存在不了了 所以你看 我们谈到体 那么体外别无像用 就和湿外别无水波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了像 我们看到了用 它一定带着体 就和我们看到了水 看到了波 一定它是具备湿性 那我们今天家里挂一个佛像 这是用吧 产生这个用 一件具体的事物 这个用就相当于波 你说这个波里边 有没有铁啊 肯定有啊 所以千万不要 印光大师说 千万不要小看这尊佛像 这卷佛经 它是真如的用 有真如的用 就一定连带着真如的体 没有这个体 就没有这个用 没有这个诗 就没有这个波 所以对经相 为什么要尊重 如果我们老能做如是观 我们看到了 所有的万法万物 一切的境界 都是真如的用 而这个用的背后 是离不开体的 而这个真如体 就跟阿弥陀佛的那个真如体 是一个体 哪一法不是阿弥陀佛 就是这个道理 哪一个波不是诗的 没有这个诗 能有这个波吗 所以诗外别无水波 就是真如体外 别无相用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相 我们看到今天的用 都是真如的 都是真如的体 把真如体一撤 真如的相 真如的用都没有了 眼体 则体外别无相用 如诗外别无水波 所以体绝带 没体 你们什么都别干 你们全歇 你说这个体厉害不厉害 没有诗 你们波和水 都不复存在 你说这个诗厉害不厉害 绝对这个诗厉害 那么所以体是绝对的 绝对的就是大 体太大了 没有任何一个波 一个水波是诗的 你说这个诗有多厉害 诗太厉害了 是不是全是诗的 是全诗的 绝对 就是绝带的意思 言相 我们讲相 看相是不是大 刚才咱们承认体大了 就和承认诗大一样 波和水都依靠诗 那么这个相呢 相是不是大呀 就是它那个称性的功德 是不是大呀 你看 则相外别无体用 相以外就没有体和用了 如水外别无诗波 你把水拿走了 你还哪找波去 水就相当于相吗 诗的相 诗是什么样子 水的样子 你把这个水拿走了 你还找得着湿吗 找不到湿了 你把水拿走了 水产生的波还有吗 波也没了 那你说这个水 是不是绝对的 有水 它就同时具备了体 尸体 同时就具备了波的用 你把这体 你把这水拿走了 是不是尸体没了 是不是波的用也没了 对的 那么相外别无体用 就是这意思 如水外别无诗波 所以呢 这个相绝对 相太大了 相没了全没了 相有了全有了 就这个道理 那么顾相绝代 那么严用 我们在讨论用 看看用是不是绝对的 看看用是不是大 没有了用 是不是也就没有体和相了 那要是这样的话 那这用可厉害了 你不能把用给扔了 因为用没了 体和相就没了 那么严用 则用外别无体相 除了用以外 你还能哪找体相去 他就这意思 那么如波外别无诗水 你把波拿走了 你哪找诗啊 你哪找水啊 故用绝对 用绝代 用是大 你看到所有的事物 看到所有的现象 他同时具备体大 相大 用大 他又是体 又是相 又是用 那么 故用绝对 绝代 如此三大 不一不义 这三大 体相用三大 不一 那 施 波 水 是一个吗 不一 不义 不义什么 没有差别 就是一个水 你要说起来有三件事 有施 有波 有水 实际上是不是就这一个东西吧 就是一个东西 真的是不可思议 这就是我们的心 你找心的体 心体大 没有一法不是心 你说相 相大 心相没了 所有的万法都没了 心 用大 这个用要去掉了 所有的万法也都没了 用绝代 而且这三大 不一不义 没有区别 一颗心 它怎么会义呢 这一颗心 又分体相用 那又怎么是一呢 湿 它就不是水 水就不是波 说起来 这三个 有差别 实际上呢 就是一 那么为什么 我们要研究体相用 因为 我们要分析这颗心 我们把这个心呢 分成 根据我们 所讨论的方法 根据我们观察心的角度 我们把这个心分成体 分成相 分成用 便于我们了解这一心 一心就说明这仨不义 因为有三个 就说明它不一 说起来 有水 湿 波 湿 波水 而实际上是一件事情 我们这颗心 就具备这三个天象 三个特点 三个特点 那么 所以 因为这三个特点 描述了这颗心 提供了观察心的三个角度 我们对心呢 就能有透彻的了解 有透彻的了解 那么 所以说 如此三大 不一不义 不可思议 你别琢磨了 你也说不清楚 你也想不明白 就是我们的妄念 联系不到这种情况 那么 为师一心 就是这一颗心 他就同时具备了体大 相大 用大 那心的作用没了 心的体和相也没了 心的体没了 心的相和用也没了 心的相没了 那心的体和用也没了 就这意思 顾言大也 所以说 这个心大 次是秤者 我们再接下来讲秤 秤 我们刚才讲的心大 体大 相大 用大 那么大秤 这个秤字怎么解释 约欲为名 它是笔欲 我们就着一个笔欲 来命名这颗心 这个笔欲是什么 那是秤字 运载为意 这个秤字的意思 什么意思 运载是它的作用 秤的作用是什么 运载吗 这个意表示载 表示作用的意思 那么这个秤的作用呢 就是运载我们 我们坐在车上 这个车拉我们去一个地方 那么这就是车子的作用 即使只指众生 现前接耳心 这件事 为什么要用秤来 为什么要用秤来描述呢 也就是说 直接指出 直接了当地指出 众生现前 就是我们现在这颗心性 反而运载至于佛地 自然而然 就能把我们拉到佛的地 佛的境界 佛的国度 佛的状态 运载至于佛地 我们现在凡夫地 他能把我们拉到佛地 自立立他 无休息故 我们到了佛地以后 自立立他 从来不会休息 我们管这种现象 管心的这种现象 我们给他一个比喻的名字 叫车 叫乘 就这意思 那么 这叫乘 那么 他下边说 合在一起来解释 刚才分了解释 解释了大 解释了乘 那么合在一起解释呢 叫大乘 是吧 合在一起 他就是来解释 合着在一起解释 虽负众生现前借耳心性 即使不可思议大乘 虽然 我们再说 众生现前这颗心 这一念心性 是不可思议的大乘 不可思议 大乘 体大向大用大乘 能运载我们到某一个地方 而迷雾因缘 染静熏悉 随有实法介意 然而 迷雾的因缘不一样 你随迷的缘 它就变成迷的状态 随雾的缘 它就变成雾的状态 染静熏悉 迷雾染静 是一桩事情 迷就产生染 雾就产生静 因为这样一种迷雾的因缘 染静的熏悉 随有实法意义 而随之而来的 带来实法界的差别 那么 欧一大师说 魏就讲到 若迷此一心 而起见思舍 如果你迷了这一心 就是一念心性 如果你迷了这一心 而起见思舍 见思烦恼 六道内反 六道众生的问题 就在于有见思 如果见思 你起了十恶 就是这个十恶 见思具体落实在十恶 十恶的方面 你说什么叫见思烦恼 落实在十恶上 如果你起了见思十恶 那一点善都没有啊 我们前面学过了十恶 见思十恶 则运载众生入三恶道 那你这颗心 就拉着你去了三恶道了 名为 拨驴坏车 这个心还叫车 叫乘 但是这个什么乘啊 破车 坏车 一个竹子旁 一个皮肤的皮 拨驴坏车 拨驴坏车 就是瘸驴坏车 驴是瘸的 车是坏的 这也叫秤 那么这颗心 可以这样做 如果你给它 见思十恶这个圆 它就把你拉到 三恶道 那么我们管这种秤 那不是好秤啊 那不是好车呀 这个叫 拨驴坏车 所以 而迷雾 因缘 染静 熏悉 随有十法界意 十法界不一样 完全根据 迷雾的因缘 染静的熏悉 那跟你 造成的后果不一样 那么若知味 三徒苦 如果知道 害怕 知味 知道并且害怕 三徒是苦的 修行实善 你看我们说 见思十恶 现在我们把它 改成实善了 修行实善 即诸色无色定 以及各种的色定 和无色定 色定就生色界天 无色定就生无色界天 我们修行实善 并且呢 修各种各样的色 和无色定 则运载众生 到哪呢 到三善道 三善道 人天 阿修罗 你看 随缘吧 你看 印光大师说 无人一念心性 如旧如虚空 长恒不变 虽长不变 而复念念随缘 不随 佛界之缘 便随九界之缘 不随三乘之缘 便随六道之缘 不随人天之缘 便随三图之缘 然后 印光大师顺着往下说 欧宜大师是往下往上 从下往上说 从地狱说到 说到佛界 他是从佛说到地狱 由其缘之缘境不同 至其抱之苦乐 举意 由于这个缘缘 静缘的不同 导致我们受的 这个果报的苦乐 完全不一样 就跟欧宜大师 说的是一样的 若知为 我们再看 若知为三图苦 修行实善 及诸色无色定 则运载众生 道三善道 更能 又来了 又来了 到了三善道 这叫什么车 他没说 他说 更能为三图苦 从在这个基础上 你能更具备一个什么 能够害怕三图的苦 三界苦 欲界色界 无色界 这个生死界的苦 修行初世界定会学 修初世的界定会 永脱苦轮 永远脱离生死的苦轮 永脱苦轮 则运载众生入涅槃城 那么这个心就把你拉到了涅槃城 名为阳车 那就不是薄驴坏车了 小乘 修初世的界定会学 永脱苦轮生死跟你没关系了 那么运载众生入涅槃城 名为阳车 这就是阳车了 这就是阳车了 不是说心是大乘吗 不是乘吗 这就是阳车了 车子又变了 若知十二 这是什么 这是声闻 这是声闻 修界定会学 永脱苦轮 则运载众生入涅槃城 名为阳车 若知十二因缘 就是圆绝了 若知十二因缘 本无自性 十二因缘产生了三界 我们明白这个三界的产生 是十二个因缘产生的 十二种因缘相续产生的 那么本自无性 因缘所产生的所有法 都没有自性的 体其本宫 明白他十二因缘是空的 是虚妄的 永息祸叶苦轮 永远熄灭祸叶苦 这个轮子 我们因祸造业 因业受苦 轮转不息 相当于一个轮子一样 永息 祸业苦 永远熄灭它了 不再跟着转了 则运载众生 则易运载众生 如涅槃城 十二因缘 体其本空 知道这个东西是无性的 是空的 我们不再执着生死了 那么永息祸叶 明白了 把祸给去掉 不再造业 就不再受苦 则易则也 运载众生 入涅白城 刚才那个是什么呢 知三图苦 修行初事 界定会学 这是声闻 现在呢 知道十二因缘 永息祸叶苦轮 这是原觉 那么 也呢 能把众生 拉到涅槃城 那么 这是这个意思 那么 虽伐大悲 我们知道小秤的 悲心不如大秤 只是想着自立 而不想着利他 那么 忧作众生 众生 增上福田 虽然缺乏大悲 但是他还是 可以给众生 作为增上福田的 所以要供养阿罗汉 供养声闻 圆觉菩萨 要供养声闻 圆觉 这些呢 还是我们 还是我们的 增上福田 那么 虽伐大悲 幽作众生 增上福田 名为路车 你看 这第三个车出来了 刚开始呢 是声闻 变成阳车 那么 圆觉呢 变成路车 那么圆觉 是通过十二因缘觉悟的 声闻呢 是通过 听了佛的讲的 通过声音 了解了佛法 修呢 出世的界定会学 叫声闻 那么 再往下看 这个车 这个车是越来越好了 变成路车了 若念 自他同在苦人 如果说 能够认识到 能够考虑到 自他自己跟别人 同在苦人 生死的轮回的苦人当中 祸叶苦 这三轮 志愿兼济 自己发有愿心 叫菩萨的四红誓愿 志愿 有这种志向 有这种愿望 奸济 我自己要得度 我还要肩带着 把别人给救济出来 就是说 这个志愿奸济 具足大悲 不像声闻缘觉 缺乏大悲 有大悲心 发起红誓 赐红誓愿 那么 普能运载众生 见趋无上大涅槃城 普遍的 普遍的能够运载众生 带着所有的众生 见趋无上大涅槃城 慢慢的趋近 大涅槃城 你刚才是涅槃城 这叫大涅槃城 大涅槃城 那么名为牛车 我们管这种车 你看这是菩萨城 刚才声闻缘觉 声闻阳车 缘觉路车 现在菩萨是什么呢 牛车 拉到菩萨这个境界了 那么他就最后了 牛车完了以后 若了达此 现前戒尔心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 我们现前就今天 我们所具备的 这个一念心性 即是不可思议达成 它本身就是不可思议达成 我们知道这个心 我们现在拥有这颗心 恭喜你啊 它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达成 身观 我们身身的修 观就是修 修行 观察 然后呢 在生活当中落实 身观 动心即不生命 我们今天这个动着心 起心动念这个动心 有妄念这颗心 有执着这颗心 有分别的这颗心 身观动心 所谓动心 妄想分别执着 所谓身观动心 即不生命 它本身是不生不灭 那么 就刚才我们举的这个方向的例子 我们身观 如果我们能够仔细地观察 南方北方西方 这个是动的这个方向 即是东方 就是这个东方 身观动心 即不生命 即得入于真如之门 那么我们就到了真如的境地 正则真如的境界 入了真如的门了 那么大家注意 动心即不生命 生命就是真如 因为你迷了 你看到这个真如的心 变成生灭的心 你要觉悟了 当体这个生灭的心 就是觉悟的心 就是真如心 就是你迷了 你说它是西方 如果你觉悟了 就是你看这个西方 就是东方 本来就没有产生过西 也没有西的灭 也没有西的生 不生不灭 它就是东方 一心 迷就产生了生灭 悟这个生灭 就是真如 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迷了 这个东方就被砍成西方 我们觉悟了 就是这个西方 它就是东方 一 从来没有在东之外的 另外一个西 这个西就是这个东 那么 那么说 就是说 就入于真如之门 始从名字 运至观形 乃至究竟 我们说六纪佛 六种状态的佛 第一个就是里纪佛 第二个名字纪佛 第三个观形纪佛 第四个相似纪佛 第五个分阵纪佛 第六个究竟纪佛 你看 始从名字 我们知道了 我们学习了佛法 我们变成名字纪佛了 我们名字纪佛的意思是 就懂得佛法的道理了 知道佛法的意思了 那么我们明字纪 明字纪就是理论上 我们知道了 那么 我们这个车 把我们从名字纪佛 拉到了哪呢 运至观形纪 观形纪佛 开始按着佛说的 接近会来修了 乃至究竟 最后给我们拉到 究竟纪佛这个位置 六纪佛 我们达到究竟位 自运功臂 我们自己达到佛地 这个功 这个作用 这个是这件事情 我们自己用功 达到佛地 完了 圆满了 达到佛地 功臂 臂就是结束的意思 自运功臂 自己得度的这个功 修行 完成了 运他不修 我们帮助别人 从来没有修习过 自己成就了 开始帮助别人 这就是我们说的 那么运他不修 名为 这叫什么车呀 这叫大白牛车 那刚才说 菩萨称的是牛车 这是大白牛车 净空老法人讲 大白牛车 好像就是马车 那比牛车要好了 大白牛车 金言大乘 今天我们说 一念心性 说的是大乘 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大乘 说到大乘 正指大白牛车 我们指的就是大白牛车 我们不希望我们这个心 拉到三途 我们也不希望 这个帕驴坏车 我们也不希望羊车 我们也不希望路车 我们也不希望菩萨称的牛车 我们叫佛称 我们直接拉到佛地 佛称 佛称就是大白牛车 所以说佛称叫大乘 佛称叫大乘 那么正指大白牛车 减非门外三车故业 区别门外三车 哪三车 阳车 路车 牛车 那帛驴坏车 根本就不能算了 你进入佛门以后 还有三个车 阳车 路车 牛车 大乘的是大白牛车 这个大白牛车 跟前面进入佛门 这前面三个乘 不一样 那叫三乘车 这叫大乘车 减非门外三车故 复次一切众生 另外再说 一切众生 虽附你此心性 虽然迷了你的心性 具体为坏驴车及三车等 虽然众生迷了自己的心性 整个心体 变成了什么呢 坏驴车 变成了坏车 坏驴车及三车 阳车 路车 牛车 然此心性 虽缘不变 然我们所具的心性 它是不变的 虽然随了缘 把我们拉到了 六 把我们拉到了 这个九法界 但是虽缘不变 未尝不及究竟大乘也 从来就没有改变 它大乘的性质 未尝 从来就是究竟大乘 譬如真金 假如说真的金子 虽附用作种种晦气 虽然你用金子做了种种的晦气 就是脏东西的气民 成屎成尿 变成了马桶 就这意思 虽附用作种种晦气 即诸杂气 甚至杂气 这个杂的气民 什么成菜 成肉 成鱼 这些杂气 那么而金性不改 金的性质不改 贵重如故 贵重 它多贵重 跟原来一样 如故 跟过去是一样的 苟知晦气体积真金 苟知就是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 晦气它的体就是真金 那么 急于晦气得真金用 所以我们马上就能够 把晦气得到真金的使用 我们就能把晦气变 晦气本身就是真金 我们是不是就能得到真金的受用 我们拿这个晦气 就能把它洗干净 把它作为真金 真金子来用 事故 所以光照阿比 佛光一照到阿比地狱 不难十地顿超 从阿比地狱 一下子就变成十地菩萨 你看 就说明什么 阿比地狱的众生 它也有一念心性 也是大乘 那么只要他觉悟 光照阿比 就是阿比地狱的众生 只要觉悟 佛光 佛一开光 那么不难 十地顿超 一点都不困难 立刻就超过十地 那么放下屠刀 便是千佛一数 放下屠刀 你就是 显结的千佛一个 显结就是一千个佛 这一段史卷当中 有一千个佛厨师 你就是千佛当中一个 放下屠刀 就是千佛一数 鹦鹉念佛 而焚得舍利 这也是个典故 一个鹦鹉 它会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等它烧的时候 它的骨头里边就是舍利 你还别看不起 鹦鹉 就这意思 它是畜生 六道当中的畜生道 那么 它也有佛性 它也有一念心性 它的心也是大乘 它跟我们佛无二无别 就相当于 它虽然是用金子做的马桶 但是它金性不变 那么鹦鹉念佛 而焚得舍利 鹦鹉都能少出舍利来 何况我们人能做不到吗 人能不如鸟呼吗 英光大师说 白鸽闻经 而转身做主 白鸽 听闻经法 在家里一只白鸽子 老听着讲经 听听讲经 之后等他投胎了 他做佛族了 这都是有典故作为后背 时间的原因 我们就不再一一解释 就说明 一念心性是一样的 就是英光大师说的 偶艺大师这里边 用了金子做比喻 晦气体骑真金 基于晦气得真金用 你要能明白 这个晦气是金子 你就能够得到金子的手用了 那么 所以说 转身做主 故 只指此一切众生 迷惘心性为大乘也 所以我们说 我们就是指着 就是指着众生 一切众生 迷惘心性 现在你迷了呢 产生妄念这个心 这个性 就是大乘 就这个意思 那么 我们讲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把 印光大师 这一念心性讲清楚 他说 随缘不变 念念随缘 不随佛界之缘 便随九界之缘 不随三乘之缘 便随六道之缘 不随仁天之缘 便随三土之缘 由其缘之染净不同 至其抱之苦乐迥异 你看看 是这么一个原因 基于这个原因 这个我们就明白 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自作自守 不能怨天有人 别人 哪有别人 心体大 在你的这颗心外 没有别人 那都是这个人不好 都是那个人差劲 都是这个情况恶劣 都是我这个 这个什么 你要明白心体大 你这颗心体大 就没有依法 不是你这颗心 你这颗心 你埋怨谁啊 你谁都不能埋怨啊 心外无法 体大吗 那么你这颗心 还有用大 把你拉到今天 在这受苦受罪 在这生老病死 这是你心的作用 谁的心 众生献前 借尔心性 就是你的这一念心性 把你拉到今天这个境地 你埋怨谁啊 你谁都不能埋怨 别人作用不了你这颗心 因为在你这颗心之外 就没有另外的人 就没有另外的事物 所以我们传统文化说 反攻自行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它的理论基础在这儿 除了你这颗心之外 没有别的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就能够接受佛法 并且呢 反光 灰光返照 映光大师说 什么叫灰光啊 灰佛的智慧的光芒 反照不照别人了 反灰光返照 反照自己的心 哦 我才明白 我今天所有的受用 我的享受 我的物质 我的精神 我的苦也罢 我的乐也罢 都是自作自受 那你就得干人倒霉 是你自己造的 是你自己做的 所以我们引光大师在这举了 十法界 你看不随佛界之源 便随九界之源 不随三乘之源 便随六道之源 不随人天之源 便随三土之源 由于这个源的染境不一样 导致我们的佛的受用 这个果报我们说 来取自在 佛实力无为 似菩提心 那不用说了 是吧 那么这个是差太多了 我们今天是受的这个果报太差 虽于本体了无改变 虽然对于我们这个本体 并没有变化 而其相用 故以天缘悬术以 而他的相和他的用 差太多了 就和冰和水一样 虽然本体都是诗 而他的相和他的作用 差太多了 冰和水能够比吗 不可同日而语 不可同年而语 不能相继并论 那么他举的例子 印光大师举的例子 是举的虚空 日照则明 云屯则暗 表示 日照就表示佛法界 云屯表示九界众生 迷惑颠倒 所以虚空之本体 就相当于我们新的本体 不因云日而为增减 不因为云和日而有任何变化 而其显现杖壁之相 但是这个虚空所显现出来的相状 可差太大了 本体没有变化 但是有太阳的虚空是亮的 没有用云屯的虚空是暗的 这个相 故不可以同年而语也 不能够相提并论 那么我们这里边就谈到了实法界 我们经常挂在嘴边上 就是实法界 实法界 那么实法界呢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呢 把这实法界呢 给他捋一捋 就什么因带到我们去 什么法界 我们抽点时间 把这个事情啊 一块学习学习 搞清楚 对于我们呢 想这是自己选择的事情 你愿意到哪个法界去生活 完全是你自己在做主 别人呢 帮不上忙 佛来到这世界上 只是把这个道理告诉你 最后修行的还是要靠自己 所以呢 我们下面这一段时间呢 正好呢 今天讲到这儿 就是我们把实法界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大家就清楚了 佛说的实法界众生 是讲的是什么 哪一桩事情 法界者 就是实法界 这个词条 我们是从三藏法术上 查出来的 这个法界者 诸佛众生之本体 我们佛还是众生 我们的本体 就是法界 那么 这个 然 我们众生的本体 叫称之为法界 虽然我们都是一个本体 叫法界 然四圣六藩 加起来实法界 四圣法界 跟六藩法界 敢报界分不同 敢报界分不同 虽然我们的本体 都是法界 但是四圣六藩 他所敢得的这个报 果报 界分不同 界就是 界分的意思 就是指 欲界色界 无色界之三界 这界分不同 界就是区别的意思 分界的意思 界 就不一样 固有实法界焉 所以才有实法界 虽然本体都是法界 但是四圣六藩 所敢得的报 果报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界分不同 就是区别不一样 界分不同 界别不一样 固有实法界焉 四圣者 就是佛 菩萨 圆觉 生文也 六藩者 天 人 阿修罗 恶鬼 畜生 地狱 四圣 加六藩 一共十法界 那么 这个每一界的 界分不同 所以他敢得的果报 也不一样 用十种果报 我们给他分成十类 叫实法界 第一 佛法界 佛 凡语 聚云佛陀 用凡语来说 如果把这个字 说全了 叫佛陀 两个字 我们简化说 叫佛 凡文呢 完整的名字 叫佛陀 华言 觉 用中国的话来讲 叫觉悟 觉具三意 一者自觉 为 物性真常 了或虚妄 物性真常 自觉 明白了 我们自己的本性 这一念心性 是真 是常 真 就不是假的 常 就是不变 就是真如 了或虚妄 了解 明白 我们所产生的烦恼 是虚妄 是没有的 是不真实的 什么叫烦恼 贪嗔痴 贪嗔痴不是真的 就和我们把这东 看成了西 西没有 但是没有这个东 你又没有这个西 没有真如 你又不会产生贪嗔痴 就这个意思 你只要把贪嗔痴 看成是真如 这里边没有贪 没有嗔 没有吃 你就觉悟了 你把这西 相反的看 看成东 那就对了 你只要有贪真痴 你把这贪真痴 前面加一个步字 那就是真如 你把这西 只要前面加一个东 就对了 西方 方还留着 方没变 只不如说是把这个西 这个西就是妄念 东呢就是真如 那么物性 为物性真长 我们的本性是真是长 了或虚妄 明白我们今天的或 就是反倒 是虚妄的 一会我们生气了 一会我们高兴了 一会我们这个贪了 一会撑了 这都是虚妄的 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 第一个叫自觉 我们说佛 梵文叫佛陀 我们中国话叫觉 我们为什么 不用一个觉字 来代替佛呢 因为第一 尊重不凡 佛要尊重他 我们翻译 把梵文翻译成华文 一般有几种不凡 五不凡 这当中呢 为什么不翻译成 华文的觉呢 华言的觉呢 第一尊重佛 尊重佛陀 所以不凡 第二 他这个觉的意思太多 我们中国这个觉 只有一个意思 觉悟 而他这个觉呢 分成三个觉 第一个叫自觉 就刚才我们说的 为悟性珍藏 了获虚妄 第二 觉他 第二个觉出来了 觉他 为 运 无缘词 度 有情重 你看 什么叫觉他 帮助别人觉悟 他使用 为 就是 他就是 就是说 运 就是使用 无缘词 没有缘分的这个词 度 有情重 度 有情 就是我们这些呢 凡事有心的这些人 叫做有情 度有情众生 三者 觉行圆满 这个觉 第三个意思 觉行圆满 为万横 具足 万横 具足 他能力恢复了 各种各样的本事全有 为三界诗 欲界色界 无色界 为我们这三界的导师 他具备 他具备这个 各种各样的能力 就是这样 为万横 具足 为三界诗 是名佛法界 三界者 欲界色界 无色界 这是我们说的 十法界当中的佛法界 你看 虽父念念 虽缘 不随佛界之缘 印光大师讲的佛界 在这里边我们说了 你要想 你这个心能够给你带到佛法界 能够给你带到觉悟的法界 叫佛陀的法界 那么这个觉悟 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自觉 第二觉他 第三觉行圆满 觉行圆满 能有能力帮助众生 那么第二 不随佛界之缘 便随九界之缘 不随三乘之缘 便随六道之缘 三乘之缘 就是声闻原觉菩萨 那我们下面看看 菩萨法界 菩萨法界 那么菩萨法界 就是菩萨 凡云 聚云菩提萨托 用凡文化来讲 如果把这名字说全了 聚云 就是说全的意思 全部的说 叫菩提萨托 华言 觉 有情 三个字 为自行成就 自己的修行成就了 而能觉悟一切众生 是名菩萨法界 自己觉悟 还能帮助别人觉悟 这叫菩萨 菩萨法界 那么原觉法界 原觉者 为禀佛教法 禀就是受持 靠着佛的教法 观十二因缘 观察 修行十二因缘 悟 觉悟真空之理 觉悟 所有的法 当体是空的 真空之理 是名原觉法界 是名原觉法界 原觉是怎么觉悟的呢 是靠佛的教育受限 佛教育的什么呢 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 带来三世 因缘呢 当体是无性的 无了真空之理 十二原觉 所产生的这十二个链条 十二个环节 导致了我们在生死苦轮当中 轮转不息 而这个十二原觉呢 是真空的 是没有的 真空之理 这叫原觉 这叫原觉 第四 声闻法界 声闻者 为文 佛 生教 说呀 是听了佛的 用声音的教育 以四地法而修 正真空 四地就苦极灭道 依靠这个四个方法 来修正真空 跟那个原觉是一样 原觉是物了真空 原觉是觉悟真空之理 它是呢 以四地法修正真空 是名声闻法界 四地者苦极 苦极 极地 灭地 道地 苦极灭道 这是声闻法界 这就是说了 三圣法界 你看 不随佛界之源 便随九界之源 不随三乘之源 三乘就是菩萨 圆觉声闻 便随六道之源 不随三乘之源 你不随三乘之源 你就便随六道之源 那大家可能就会问 我不随菩萨 我也不随佛 我也不随六道 我使法界以外 不可能 要不然你金子 你就变成金佛 要不然 你就变成金盆 要不然 你就做成金马桶 一共十类金器 你说我这十类金器 我都不是 那你也就不是金子 你就没有金子 是金子 就体现在金器上 你说你哪一个金器都不是 你说你是金子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那你说我有心 我使法界的众生 我都不当 佛我也不当 九法界我也不当 但是我停在我那个位置上 我当我那个 使法界以外的 没有 所以 真如心 没有不随缘的时候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 你这颗心 要不然 它随佛界之源 要不然 它随九界之源 你可千万别期盼着 我们那天 一个朋友在一起坐 他们就说 哎呦 那怪麻烦的 你说 一会儿吧 迷了 就当了众生了 受苦 一会儿吧 又让我们去觉悟修行 修行又这么累 这么难 我算了 我这颗心 我不要了 我给你们吧 我怪累的 要不然弄不好 就剁三图了 哎呀 我要成佛吧 我又累结修行 无量阿僧其解 我这 我这有这颗心 我觉得挺累 要不然这么着 要不然我就不要这颗心了 哎 我就不用它不就完了吗 你爱谁拿走谁拿走吧 我自己消耀听听的 我找一个地方 我待着 我既不学坏 我也不学好 我既不学坏 受那个苦 我也不学好 受那个累 通过累结修行 变成佛菩萨 我能不能有这样的状态 不能 你有这颗心 您就首先要认命 对 你想把这 你有了它 你想把它扔掉 我就举这个例子 你这有了孩子 你想让孩子不存在 不可能 你不可能让孩子再回去 你有了这颗心 那 你就得 你就得振作起来了 就和有了孩子一样 再回不去了 你说要没孩子多好啊 是吧 咱也不用教育 也不用给孩子看病 也不用给孩子挣钱 替他操心 你说有了孩子 要不然 这孩子 你不教育他成流氓 要不然 你就得把孩子教育成好孩子 反正这个 二者必须择一 你咱不再 不能再讨论 如果我们没有孩子 怎么办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再讨论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 那不就好了吗 这个心有秤的作用 一会儿跟我们拉到这儿 一会儿跟我们拉到那儿 我不要 他那不就完了吗 你还不能不要 他不生不灭 永远跟着你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得断恶修缮了 你必须精进了 你必须得振作起来 对吧 你是甩不开他的 你是永远伴随着他的 而且他用大呀 他不随佛界之源 就随九界之源 不随三乘之源 就随六道之源 不随人天之源 就随三土之源 这个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为什么学佛的人 他有些人说学佛的人 遁入空门 看破红尘 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做 不是的 真正学佛的人 是奋起静静的 我有着东西 弄不好就剁三土了 我一定要把它捡起来 我一定要善待它 我不能说 让它随波逐流 随着恶源产生恶报 这太苦了 而且我还给不了别人 我还不能放弃它 我还不能灭掉它 真如不生不灭 不增不减 你一点都不少 所以我们 这是有些朋友在一起 在讨论学佛的体会的时候 经常说的 有这种情绪在里边 就觉得 哎呀 有这颗心真够累的 怎么都不行 怎么都不行 所以那冰和水呢 从来就没有否定过失信 你要不然成冰 要不然你成水 你说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这石我也不要了 不可能的 就不可能了 所以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不努力都得努力 我们不精进都得精进 逆水行舟 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你已经在逆水里边了 你别老琢磨着 我如果不插这个舟 我不坐上这个船 我不在长江里 游划这个船 不就完了吗 那一篇不讨论了 你已经来到这儿 咱就说你来到这儿以后的情况 是这个意思 那么今天我们介绍十法界 后边我们介绍了四圣法界 佛 菩萨 声闻 圆绝 那么后边还有六法界 我们在学习荧光大师文超的时候 我们把这十法界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下次再接着讲 再接着讲这个十法界 把它讲完 那么是这个意思 那么今天的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